天呐 这里面蟹肉的分量是真的很多试试 有点好不聪明的感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Michael查诚 现在我在杭州黄龙饭店门口 听说这里面有一家店有一个蟹至尊 很厉害啊 老爸 你准备好了吗 啊 走吧 黄龙饭店好像是杭州最早的五星级酒店 哇塞 好高级啊 老爸 你手不要抖啊 都拍不清楚来 好了 现在到了 嗯 我们点的是里面有一个蟹至尊的这个面的套餐 六只完整的大炸蟹做成的蟹粉 好高级啊 没吃过那么好的 蟹至尊和普通的脱黄油比啊 它不止那个蟹黄和蟹膏变多了 而且的话它还加上了蟹肉 就非常鲜啊 那老爸 这个好像是一人份 那我吃这个 你吃什么 我多吃一个树面 哎呀 不行吧 你们发现了吗 我这个发型收拾变了呀 哎呀 我不早就剪那么短了 哎呀 哎呀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精神小虎 今天我因大家要求啊 给你们在那个宝物啊 哎呦 好 筷子辅助器 这样子 谢谢 这个叶湖要帮您打开吗 哦 可以 嗯 试试 试 试试 这是另外最后一只醉蟹了 它这个套餐里面是有一壶龙井茶的 然后的话还有一瓶叶窝啊 嗯 养盐吗 你需要养盐吗 不是 哎 它这燕窝 这燕窝的味 诶 等一下 小朋友能喝一瓶 谢谢啊 这是哪个农餐 小朋友得吃吗 嗯 谢谢 好的 你需要把您搬吗 还是明天自己来 嗯 自己来 好的 哇 它这边都是 这边是蟹肉 然后这边是蟹黄和蟹膏 哇 这里面蟹肉的分量是真的很多 我有点坨这个面 这有 你刚才买的蟹醋啊 谢谢 你先吃吃原味的吃不习惯 你再放一些进去 嗯 就是要加点蟹醋啊 加蟹醋之后它这个会减少一些腥味 然后会更好吃一点 我先吃口原味的 我弄不好在这边 嗯 那你这个筷子啊 试试 不要好不聪明的感受这样子 用一个劣质的筷子 去吃一碗蟹黄面 嗯 真的是挺鲜的 不够咸的 我感觉 这个蟹肉在这个底带里面 随便一捞住这么大口 哇 好爽啊 都是很香的蟹黄蟹膏蟹肉 吃起来非常好吃 上次那个是清晰煮面啊 就是它那个味会更重一点 但这个的话量会更多更好一点 上次那个我都怀疑是加了海克斯 因为它那个味太重了 有点不真实 这个套餐里面还送了一份就是这个虾仁版的 这个虾仁焦头也是非常多的 那老爸你过后这些虾你就吃了吧 我吃这个螃蟹就够了 那我先替大家尝一下这个虾仁吧 它外面撒的是什么东西 我不是很清楚 嗯 是那个虾子 虾仁非常嫩 然后很鲜 很鲜呀 我再来点可以吗 嗯 上上给你吧 不过的话真的一个人全把这些焦头加上 我感觉焦头比面都多 我想加点醋尝尝 嗯 它这个加上一点醋确实更好吃了 嗯 嗯 醉蟹我不是 小朋友不可以喝酒酒 别醉蟹也不能吃 分老爸又削了一份面 你说筷子是没有用的行不行 不行不行 再给它加进来 再吃一点 嗯 这期视频估计会在 11月24号发 然后的话 10月26号就是我 十二十秒放球 第二期开播啦 十四三 大家一定要去看哦 之后每周三都会播一期 十二十秒放球 谢谢 嗯 嗯 啊好乱心啊 全都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东西 它虽然说它们这个 蟹黄面啊里面量非常多啊 但其实来说的话 因为这个倒餐是388买 所以价格比也没有很高 毕竟的话 它是开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的 所以说的话 贵也有它贵的道理啊 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我是麦克战士 这是一个整个人爱说不是学生 拜拜 啊吃饱了 老爸我们走吧 哎等一下 嗯 什么东西 啥 啊 拜拜啦